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家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镜头前的巴基斯坦小伙 叫丹尼斯 2016年他来到中国留学 现在是一名武汉工程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 日前他向记者讲述了 自己与中国的故事 来中国是我从小时候 有一种梦 我的梦是学汉语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我们国家 有中国的很多产品 它们上面会有一些中国字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小 然后我看着那些字 我有一点想法是 会不会有一天 我能读这些字 在武汉五年多 丹尼斯爱上热干面 交了不少中国朋友 练就一口流利的汉语 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武汉话 与这座城市结下深厚的感情 朋友们很重要我觉得 你的学校 你外面的生活 你住在哪儿 那边的附近的那些邻居 这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很有家的感觉 2020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丹尼斯选择了留下 当年2月中旬 在武汉抗疫艰难时刻 他曾赴武汉雷神山医院 参与医疗防疫物资包装 废弃建筑物料清理等 支援服务工作 2020年 2月12号 我一个朋友他在武汉 他说你要不要明天 来雷神山医院里面 参加他们的那个 诊识 早上5点左右我出发的 到那边6点钟 我们到的时间是 已经最后面了 那边已经病人有了 他们打一些密封胶 它会掉下地下 擦一下那些东西 就是这种的 伴随武汉持续有序复苏 丹尼斯的校园生活 早已回归常态 上课跟随导师做项目 参加学校各项比赛 及交流活动 他直言 除了戴口罩 遵守防疫规定外 现在的生活 与疫情前没有什么两样 空闲时间 丹尼斯爱骑着摩托车 穿梭于武汉的大街小巷 感受城市的喧嚣热闹 和勃勃生机 我觉得已经 我是已经 变成武汉的一个人 武汉的一个人民 我认识武汉的很多地方 我现在要在武汉 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地方 我不用看导航去 我都脑袋里面知道 我怎么去 丹尼斯坦言 与武汉风雨共丹的经历 让他对这座城市更喜欢了 也相信经历疫情后 重新站起来的武汉 会更强壮 武汉已经回来了 武汉的往生的那些灯光 都已经回来了 它比以前更强壮 我相信 我会觉得 更爱了更喜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